他是众人眼中躺赢的德云社成员 也是小先生周九良最欣赏的捧跟演员 就连师傅都会公开承认他是德云社的捧跟巨匠 但是他自己却一直致力于用50块钱和各种方法整死他的痘跟 这个人啊就是德哥今天要聊的朱赫松 朱赫松原名朱凯 1992年出生于天津 2013年跟随搭档靖赫兰代艺加入德云社 2015年正式拜师郭德纲 别的师兄靖德云社堪称9981难需要过五关斩六将 但是朱赫松从靖社到拜师整个过程都十分顺利 被大家称为躺靖德云社的演员 原因就在于他有一个好搭档靖赫兰 大家都知道郭德纲也是天津人 在他没来北京之前一直在天津相声界混饭吃 当时靖赫兰的爷爷相声艺术名家晋金莱先生 不但对他百般照顾还教了他很多本事 郭德纲小时候一直管他叫师父 最终郭德纲离开天津到北京闯荡也是因为听了他的劝告 在北京混成名堂后 郭德纲就返回天津寻找老先生以表当年的知遇之恩 但是多年过去了 金老先生已经去世 得知他的孙子还在说相声 郭德纲就将其收入门下来报答老先生的恩情 那时候的靖赫兰已经有了合作的搭档朱赫松 就这样郭德纲将两人一并收入门下 因为那时候郭德纲已经收到九字科了 但郭德纲给了两人赫字算是十足的空降 所以说朱赫松被说成了躺进德云社 靖赫兰跟我有一些个渊源 我小的时候学相声在天津有一位老师教过我 我也叫师父 就是天津的相声老艺人 靖金莱先生可惜去世的太早 他带着他的搭档朱赫松两个人一块到这来 然后也拜到我这了 这叫骨血倒流 我怎么得了人家恩 我得还人家的情 虽然是走了捷径 但朱赫松作为捧根业务能力 也是非常棒的 十分擅长快板 是德云社比较成熟的相声演员 跟搭档靖赫兰 是社里助演队伍的重要成员 因为体态偏胖 经常被搭档调侃为猪肉松 但是现在两人的位置绝对要调换了 经过一个疫情 朱赫松是日渐销售 反而兰兰的大罐都快装不下他了 甚至巨匠都要把自己的大罐卖给胖了的兰兰 估计以后这个包袱得换样了 在台上他基本功扎实表演的有板有眼 电火生动有趣 入活自然一点都不尴尬 看似有点慵懒 但是捧根有自己的风格 作为论捧根的如何用一句话让斗根闭嘴的创始人 朱赫松捧根特点就是斗根的复读机 不但负责斗乐斗根演员 还能把斗根逼疯了 正常人家的捧根是为了配合斗根 而朱赫松的任务是拆搭档的台 绝妙的翻脸包袱总是出人意料 但是真的超级超级搞笑 每天都怼得懒懒怀疑人生 日常不做人的他在台上总是一副 你还要我怎样要我怎样的状态 用着最温柔的语气 说着最气人的话 生生的把靖赫兰变成了靖赫男 虽然这样的奇特表演方式 弄得其他斗根们心慌慌啊 尤其是孟赫棠 祝福周九良少跟他玩 因为他经常带着曹赫阳 何九华 周九良私底下探讨捧根艺术 把斗根的愁得不行 但反差的风格 却非常受粉丝欢迎 今年他俩加入了舞队 张九玲就是松话捧根的 第一个受害者 因为王九龙上台后 学习了他的捧根风格 人说话 他说得得呀 他那老天还有点喜欢朱克松的工作 我太疼的表扬了 我弄死你 为什么要弄死 我想过去剧场 豪门 一个人都很近 都爱着 一份爱着一份 我还落着 哪有落着 我还落着 我有两个成年落着 还和金贺兰搭档 体验了一把捧根巨匠的快乐 就连岳云鹏 都想和他合作一次 朱克松 我最近看了他几段相声 很逗 德哥对他的50块钱 用处可是记忆犹新 巨匠每多赚50元 兰兰就多一种死法 那你跟着我 你能上一层吧 我跟人家都对你185 就成热了家 多50本屁 多50块钱 买来拖铁 这冰箱也都用了 能抽你 才一家的狗 多50本屁 买一张脚头卡的 那一体的 50本屁 买好的药 能到我们去一家 德云社要是开选 站在食物链顶端的 捧根巨匠 绝对当之无愧 朱赫松未结婚之前 和九良在一起住了六年 捧根巨匠的名号 也是从九良那儿来的 周九良虽然年纪不大 捧根能力 却不容小区 没经过青年队 就直接上台了 可见其功底深厚 但是在他的心中 却最佩服朱赫松 看来巨匠不是白叫的 两人不但在艺术的道路上 互相帮助 私底下的友谊 也是坚不可摧 人家结婚的时候 九良都是占C位和新人拍照 九良无论是直播还是节目里 都时时刻刻 惦记着他的老室友 10月29号 德云社的捧根联盟 进行了一次直播 主题就是一语至圣 怼斗跟金燕交流 分享研讨会 朱赫松 周九良 何九华 三个人一台戏 跟大家聊了聊 这些年学相声的故事 和各自一语至圣 心得体会 前几天 德云社团宗 德云斗校社 最后一期中 朱赫松不但获得了 参加该节目的机会 还被师傅拉出来 进行了着重的介绍 大家对他并不熟悉 但是请记住这张脸 待会要是有签字的照相 请你们记早 这个我不知你们观众 怎么看啊 反正在说向上的后台 以约云鹏为首的一帮人 酷爱此人的表演 巨匠同学真正做到了 捧根的比豆根的还火 但是什么都会的巨匠 就是不会吹口哨 经常被大家拿出来调侃 而且巨匠撒起娇来 也是蒙翻人 逼有着王娇娇之称的王九龙 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叫一个媚气啊 自从进入德云社的七年来 靳赫兰 朱赫松 一直踏实在德云社小剧场磨练 多年的舞台经验 以颇具水准 只带一个一飞冲天的机会 凭借着两人独特的表演风格 一定会走上更大的舞台 本期关于巨匠朱赫松的故事 就到这里了 我是德哥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